福禄寿训练学院首集播出 三位教授凭代号盲选学员 不少都相当有惊喜 其中声梦义毕业生赵仲怡 以堆田区龙亭赢得青睐 各位好 我是堆田区小龙女龙田 大家都猜不到 怕怕丑丑的Maggie有这一面 因为会参加这个比赛 我对自己也很惊讶 因为每个人问到我都问我搞什么 为什么要参加 唱唱歌为什么去扮演 但我觉得其实扮演是一直很想做的事 是先过唱歌的 但是唱歌是机会来得比较错 很荣幸这次有这个机会参加扮演的比赛 有一天可以扮龙亭 为什么会打算扮演他呢 因为我有看《钟佑声音》 然后对我印象最深刻就是龙亭 因为其实他个人风格很强烈 而且我觉得说话轻微一点 对我来说是容易扮演的 所以就选了龙亭 那这次是怎么扮演他呢 是不是不停看他的视频 唱歌等等 对 差不多全部比赛片都看完 连他第一次面试的视频 和他自己拍的视频都看了 另外化身食神火鸡姐的澳门选美冠军 麦佳欣 变贓前后的反差更看到大家 嘩一声 但是这次是扮演火鸡姐的 其实牺牲是不是都很大 其实我自己都可以的 但是慢慢听各位参赛者和平昏说 好像真的挺大 是啊 是啊 因为都很困出去 都真的很困 所以就希望大家会看得开心 但是自己还有没有会扮一些什么艺人 那些这样的 反而真的扮演一个艺人 真的没怎么玩的 是 但是可能人家说你像哪个艺人 所以想挑战一下自己 是啊 刚刚在这儿化妆的过程 我也觉得很兴奋 就是在这儿正在变样的过程 我都觉得很兴奋 代号《还珠攻略》的黄玲 原来因为她的男神而参赛 我们是特意在杭州飞过来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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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特意过来的 是呀 本身为什么想参加这个节目呢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都很好笑扮演 是呀 是呀 之前和祖南都有一面之缘 是呀 我们合作过三年之前 在三年之前 我们合作过一个综艺节目 然后之前她也是我的导师 是呀 是不是在她身上学了很多东西 是呀 是呀 所以这次也是特意想参加她那组 当然了 她是我的男神 是呀 真的很开心 其实还有不少艺人等候钟 搞笑能手黄建东也有参赛 她发生日本人气跳舞团Afrigandi 为了打造这个校服车 东东真是困难重重 节目组很公平的 她就说 一定要大家都要靠自己 是呀 所以我第一次看这条 我这个校服不简单 真的 去哪里找回来的 我想说 我之前去了这个校服公司 去校服公司那里 就想买女校的校服 是呀 然后在这个花区和九龙城 是 然后姐姐说 她们很害怕 我们只是买给学生 你哪里是学校的 我们不会买给你的 我觉得自己的变态佬 逆服癖 就是很害怕 然后我想… 我没想到很尴尬就走了 是… 我去几间也是 这个待遇 然后我就找人做 这条校服是四位数字 是呀